嗨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 菜园在新的一年里面 要有哪一些计划 要种人哪一些蔬菜的品种 然后整个菜园的规划是怎样的 好那现在先请大家看一看 我的菜园的这个结构 我菜园的结构呢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的话呢我给您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已经有的地方呢是用木板围起来 做成菜床有些是没有木板的 但是我也这样把它画成简易的一个图画 这个呢就是路口 旁边这里呢不是旁边 旁边的话呢就是机屋的正门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 一个小床围着这个 蓝山的地方我 建了一些小的菜床 一个小的菜床 去年呢在这个地方我就种了 那个慢升型的四季豆 然后这边也是种了慢升型的四季豆 记住啊四周围都是铁围栏的 然后这个地方去年我就种了胡萝卜 四月初的时候开始种了胡萝卜 然后到六月中旬到七月份的时候 把胡萝卜拔了 然后我又种了种了一些生菜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是种了有好几种不同的羽翼甘蓝 还有椰菜还有这个豹子甘蓝 这些这一类的蔬菜 这个也是种了西兰花和椰菜花 对刚刚我们说到哈 这两床以后 然后这一床我是种了窩笋 还有西芹香芹芹菜 这里是种了那个高的紫色的椰菜 就是这一种椰菜花 这个椰菜花呢 我连续种了两年都没种成功啊 然后我今年决定就放弃不种了 把它拿出来 然后这里呢 这个床呢我是种了甜豆 甜豆我是在四月的时候种的 然后到了七月收完那个甜豆以后 我又种了椰菜花 总之呢就是一个菜床呢 就规划好的时候 收了另外一个一季以后 你要计划在里面种什么 要提前要计划好 然后你要清楚你种的蔬菜呢 它的生长周期是多长的 然后这个床隔着这一床呢 是种了茄子和辣椒 还有一些西芹在中间 后来补进去的 然后再靠着另一边的围栏呢 我这里就种了一床的洋葱 这里呢是种了草莓 然后这里是种了一个酒葱 还有一些生菜啊 杂七杂八的蔬菜 然后这一个呢 我就用了一个铁架子 在中间架起来 靠着围栏这边我种了芦笋 芦笋呢已经是种了第四年了 然后春天的时候我在床的这一边呢 我种了甜豆 然后拔了甜豆以后 我又种了芥菜 还有黄瓜 这些夏天的蔬菜 好的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忘了去年种的时候 哦对 种了一些羽衣甘蓝 这一床都是羽衣甘蓝套种了 有菠菜啊之类的 然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又移栽了一些芦笋 种到这边来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里的话我就种了大蒜 我在同一个地方种大蒜呢 已经是种了第三年 第四年了 每年我都是种两床的大蒜 这个两个两床的大蒜 然后呢在中间 我又今年呢 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另外又开了一个小床的 这样子看看今年是种些什么 然后我有四棵的蓝莓树 就在这里种 然后这个是什么来着 另外一个一床的草莓 然后在草莓的边边呢 也是种了芦笋 我这里是工具房 工具房后面呢 也是种了芦笋 那还没完哦 然后我另外要用了另一张子 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床 这里一大片空地 去年我是种了地瓜 但是地瓜的话 我在种在菜园里的地瓜呢 很早就给老鼠来偷吃光我的地瓜 没有收获几个 所以今年我可能要改变种地瓜的一个形式 可能要把它种在盆里面呢 这样子这样老鼠就找不到 然后靠着这边的围栏呢 我也是种了一些黑莓 黑莓树 它们非常的难整理哦 长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那今年看看的话 我又要怎样把它整一下形状 这样就不会长得乱七八糟的 好那现在来看一下我的种子 这就是我菜园的一个布局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看一下我把所有的种子呢 摆在地上 大家可以看到 花了好多钱 买了好多种子 有些种子的包装呢 已经是买了 已经放了三四年了 不过去年第三年种的时候 还粗还长 种子呢 最主要的是 要把它存放的地点 要把它放在低温 不见光的地方 这样它就能保持很长的时间 露奶的冰柜里面 冷冻室里面有位置的话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密封的袋子 然后放到冷冻柜里面去冷冻 这样它就能保存更长的时间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春天我要种了一些种子 这些是 喜欢天气冷的一些蔬菜 有生菜 很多品种的生菜 红菜苔 那么多品种的生菜啊 我最喜欢的是 其实是这一个种子 这个生菜的品种 然后还有一个ice bowl 这非常的甜 脆甜 不过呢 我们拿来做沙拉吃的 我喜欢搭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 五彩斑斓的这种 生菜的颜色 其实真的吃不了多少的 这个生菜 看一下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我的菜的种子呢 大多数都是在这个 MI gardener 这个公司买的 它们的种子非常的便宜 而且的 粗苗力挺高的 基本上的话呢 都粗苗 然后这是一个菠菜 菠菜呢 也是喜寒的蔬菜 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可以种 然后到天气一热 超过七十度以后 就会容易开花 就不好吃了 那 就是我的 红萝卜 这个红萝卜 我最喜欢种的就是 在四月初的时候 那个地 我在我地方啊 菜地里面 你刚刚可以 除冻的时候 你也可以种 胡萝卜 第一季的胡萝卜 第一季的胡萝卜 而且呢 我买的 我种的都是同一个品种的 在我这个菜园里面 种的这个品种啊 非常的成功 那叫做 Denvol 126 看一下 Denvol 126 这个胡萝卜 它不会说非常大的胡萝卜 中等的 中等的 不会特别大 然后另外呢 我们在三月底 可以育苗的 不是三月底 二月底 可以育苗的有 这些白菜啊 然后还有 这些都是喜寒的出菜 如果你春天种不了那么多的话呢 可以留着秋天种 像这个雪莉红啊 芥菜啊 芥菜啊 捷球的芥菜 A菜 观感糖 烤菜 还有油菜芯 芥菜 芥菜 这些都是喜寒的 蔬菜 然后这个也是 Colors 然后还有军打菜 Sweet Char 也是喜寒的蔬菜 一般在二月中旬 就可以育苗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这些 二月底育苗的 呃 蔬菜的品种 就 花椰菜 我这里有三个不同的 品种的花椰菜 这一个叫Snowball 一个叫Amazing 另外一个看着比较奇怪的 花椰菜 去年种了一次 没种成功 这些呢 是 broccoli 椰菜 叫椰菜吗 西兰花 对 西兰花 这两个品种的西兰花呢 它的球 花球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呃 非常适合在 冷天的时候种 就是 三月底 四月初移栽到菜地里 大概到七月 你就可以 有西兰花吃了 然后这也是一个 含 喜凉的蔬菜 有好几个品种的 就是新的品种 我还没种过呢 然后 这个就是我经常种的 还有一个红色的 这个花椰菜 五个六个不同的品种吧 然后还有这些 塔菜 Kel 这些都是不同品种的 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呢 虽然说不是太好吃 但是呢 当它嫩的时候啊 你种多 当它嫩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叶子 摘回来 焯一下水 然后呢 把它冰冻起来 留着冬天吃 那是相当的美好 然后这些一些 囚禁类的蔬菜 白萝卜呀 心里美萝卜 红色 红皮的萝卜 还有一些 樱桃萝卜 然后这些呢 都是可以把它保存起来的 不需要说新鲜吃的话 就是一般我新鲜吃的沙拉 就是这种樱桃萝卜 小小个的又爽脆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想要种的芹菜 我今天呢 就准备育苗 育这个 Utah celery 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些蔬菜的品种呢 都是洗凉的蔬菜 你要有些菜呢 需要提前的育苗 然后到了天气 许可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移栽到菜地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可以利用到你的菜地 种出更多的蔬菜 在短的时间内 那我今年呢 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那就是种够一年吃的蔬菜 无论是要把它冷冻起来 或者做成罐头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花钱去超市里面买菜 那 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些春菜之外呢 就春天种的 你可以一样可以秋天种 然后现在呢 到了六月份 这样子天气开始热起来了 那您就拿一些蔬菜呢 那就说黄瓜呀 像这种黄瓜 我不知道您平时都爱吃 怎样吃您的黄瓜 但是呢 我喜欢把它做成pico 就是酸黄瓜 把它夹在三明治里面啊 或者热狗啊 还有汉堡包啊 这样子都非常的爽口美味 那我种的双黄瓜呢 我有四个不同的品种 那去年呢 我只种了两个品种 那今年的话 对我其实有五个品种 另外另外一个品种 那个包种子 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房间 没拿进来 那我喜欢种的 最喜欢的这个品种呢 是从这个Johnny这个种子公司购买的 它那是一个很小的黄瓜 非常小小短短的 大概就是这么长 它是一个奶白色的一个黄瓜 而且呢 它做成pico以外 不是pico以后 它的口感呢 不会说软软绵绵的 这样不好吃 这个做成的pico 酸黄瓜呢 是非常的爽脆 口感非常的好 那我另外一种呢 是这种黄皮的黄瓜 黄皮的黄瓜 就是我以前 我奶奶 那个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 爱种的一个黄瓜的品种 但是我觉得 它口味有点苦苦的 嗯 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而且呢 不是很高产 它的外皮就非常的硬 要削皮以后才能吃 然后另外这个 黄瓜呢 就要做stray egg 这个非常高产的一个黄瓜 但是做成把它罐头 做成酸黄瓜的话呢 可能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如果你要吃新鲜的凉拌黄瓜呀 或者拿来炒的话 这个黄瓜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这一种就是这种黄瓜 这种黄瓜呢 它的心呢 就很小 但是的话呢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口感 也不是说很脆 但是呢 就是肉比较紧实这样子咯 就是多种几个品种 你就知道哪个品种是 口感是怎样 你不需要种很多颗 种一两颗这样子 你尝试以后 你再决定第二年 你要不要去种它 这样子 这就是黄瓜 这就是黄瓜 然后这一堆呢 都是一些香草 比如说这是紫苏 还有欧芹 罗勒 紫色的罗勒 还有绿色的罗勒 还有泰国的九层塔 另外一种的欧芹 石罗 Oregano 叫做牛痣 这大家都知道吗 芬苏 叫做回香 大回香 对 我去年第一次种 尝试以后呢 感觉不是很喜欢 可能我还 还没有找出 使用它的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一样会种 但是特别注意一点 这个芬苏 要单独把它种在一个地方 因为它很多蔬菜 它都会跟其他的蔬菜不合 这样子会抑制其他的蔬菜的生长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 不能说跟它混搭在其他的蔬菜里面 好的 这个就是香草 然后就是我之前两三个星期以前种的洋葱 还有就是绿的葱 然后这个是九葱 九葱 怎么说呢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要买的 要种的其实是大葱 但是我这里买不到大葱的种子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影片的话 您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大葱 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谢谢你们啦 好 这是葱类的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个 云南小瓜 也叫翠玉瓜 我有买了五个不同的品种 有绿色的 黄色的 还有一个意大利的 像斑马一样的 这个品种 还有一个绿色的 还有另外一个黄色的 我很花心 就你知道我爱种很多同一个品种 就是种不同的形状的这个瓜 哦对了刚刚说到那些下瓜 因为瓜它种子发芽很快的 就不需要把它提前育苗 因为如果它长得很快 你育苗 它十来天就长得很大的话 如果你没有及时把它移栽 它就会 它的根部就会全部结在一起 然后就 就抑制这个 植物的生长 所以就不需要提前育苗 你到天气五月底 的片栅 就是你地区的温度吧 如果温度够了 马上直接种出去 它长得非常的快 那这样的话呢 下一个我要说的就是 苦瓜 苦瓜的种子 苦瓜也是一样 我不需要太提前育苗 大概到五月份的时候 再育苗 两周就可以移栽 我这种苦瓜呢 我是什么品种我也忘记了 我自留的种子 已经有好几年了 另外还有这些是甜菜根的种子 也是不需要育苗的 种子根茎类的蔬菜 不要提前育苗 这样当您在移栽的过程中 可能会伤到它的根部 这样就会影响它以后的 生长和收成哦 另外一个我喜欢的夏天种的蔬菜 就是茄子 我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品种 一个是长的茄子 另外一个就是圆的大的茄子 两种我都喜欢 真的 茄子非常好吃 去年呢我种了有五颗茄子吧 我接了好多茄子 然后呢我吃不完 我就把它切开 然后晒干 晒干以后我现在放在一个保鲜袋里面 常温保存 还没有吃 到时候我试过以后 看看怎样拿来煮肉碎啊 还是怎样做 到时候我给你做一个影片 放上来看一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它晒干 然后留着以后再用 另外一个我喜欢种的就是 这个辣椒啦 我有两种不同的 这个圆椒 有一个绿色的 还有一个是彩色的 其实我这边可以种的时间很短 我都种不到有这种红色 或者其他颜色的辣椒啦 都是清的时候我就摘了 然后这个长的辣椒 Cayenne pepper 其实这个很辣的辣椒 拿来做辣椒酱 还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叫Big Jam Chili 大家看到吗 我三年前买的 一块钱有三代这样的种子 我都种了三年了 天哪 好 这次最最喜爱的蔬菜了 夏天种的 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我也有五个不同的品种 第二就是Black Cherry 就是黑色的小的番茄 这个番茄呢是很有趣的 它不能说非常甜 但是呢非常多汁 而且样子呢就非常可爱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最爱的番茄了 我种来几乎把它做成罐头啊 番茄的意大利的 意大利面酱 都是拿它来做的 因为它水饭含量非常的少 而且呢 它种子也很少 所以就 这个已经是种了第三年 连今年第四年了 去年我种了有八颗这样的番茄 我就做了好多好多的罐头 数不清 我没数真的 然后这是 当水果吃的 Super 3 100 这是一个甜的水果番茄 然后这是今年我新买的一个品种 叫做 Gold Nugget 黄色的番茄 听说这个番茄的话它的皮比较厚 到时候看看吧 好 另外还有一个番茄 是叫什么来着 哦 对了 那个番茄的品种叫 Purple Cherokee 对 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那种番茄 但是它非常适合做沙拉呀 然后做三文字呀 或者做汉堡包夹在中间的那种番茄 我忘记把它放满了 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Purple Cherokee 就是这个品种的番茄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肉 而且不会非常酸 很好很好吃 夹在你的三文字啊 或者直接在切开片 然后在上面撒上一层白糖 这样子就已经很好吃了 真的到现在这个时候啊 我的心都飞到了菜园里面 一心就想着种菜 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哦 先把规划好 看看您需要种哪一些品种的蔬菜 今年如果您起的太早了 就说您把这些苗呢 都遇的太早了 但是呢外面还是很冷的话 也是不好的哦 因为如果菜苗太老了 才移栽的话 它反而长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到时候就 可能会浪费一个菜苗 这样子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有一点点长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